阳年到了 大王小王邀请了十几位曾经上过节目的嘉宾回到节目 连续一周给您天天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那么今天首先登场的是谁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两年的时间三次来到大王小王 他们和大王小王有着不解之缘 两年之间他们从阴冷的地下室搬进了温暖的房间 去年那时候在那地下室那墙冷潮度长毛了 是吧 这纪念它这个环境 两年之间他们从四处求助无门 到如今大家争抢着帮助的对象 通过这个节目 以为很多人都才知道咱们这么苦 有的去买菜买米 有的给咱们送水果 王心鹏在国外打工的时候出了车祸 于是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他的妈妈 他的弟弟一直对他不离不弃 认真地照顾他 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了大王小王 今天他们第四次回到大王小王的舞台 掌声有请王心鹏一家 阿姨过年好 我们来的好 春节快乐 春节快乐 谢谢 这大的福字 阿姨过年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新同一家 阿姨 过年好 你们好 这咋这上来就笑上了呢 他已经会发声了 会发声了 新鹏好 新鹏 能听到我说话眨眨眼睛 眨眨眼睛 真正可好了 他已经门前能和人交流了 阿姨激动吗 激动 这是哥哥的变化 首先我哥哥住的环境 然后现在住在医院 去年这个时候 在那个阴暗去养地下室里 而现在病房里有空调 住在一个温暖的病房里 然后 我哥哥现在的变化 大家已经看见了 我感觉 可以听懂 大家说话了 可以 用眼睛 和笑容 和大家交流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六张照片啊 看见他们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阿姨觉得自己的心情 会不会这两年也有了很多的好转啊 有 咱们全家只有一个心情 祝大王小王 春节快乐 万事大吉 说到过年的事啊 这我还得说说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 前两天呢 我们一想 这要过年了 这咱们也得去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因为我们平时都特别特别忙 那天就休息那么一会儿 王维念老师 带着我们大家的祝福 去看望了新鹏一家人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即将过年了 两位主持人专门采购了年货 由王维念老师给他们家送去 我们想给这一家人带来惊喜 新鱼呢 新鱼叫他在那儿 好 去喊他 没事 没事 哎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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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王哪儿来了 新鲍 新鱼 王老师 去哪儿去 我在那个病人呢 放点忙 王老师 我没看出来 我也没看出来 王老师 我还刚才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我刚才来一个不认识的人 我真的没看出来 你说 没事 你说他这个人不化妆 得有多难看吧 就根本看不出来 谁说的 人家大姐说了 就是以为进来一个 二十八岁的小伙子呢 就是不化妆太帅了 突然没人出来 你会不会有点那个诧异啊 没有 我当时想到了 确实我当时也包裹得比较紧 天特别冷 嗯 说实在的 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描述过 他们住在地下室的那种景象 囧态 囧态 但是那天去的时候 说实在的 一掀那个门帘 里边暖融融的 暖洋洋的 我一下就觉得 确确实是改变了 他们那种生活 就是说 现在他们的生活 起码看上去 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了 嗯 他们当时因为已经没有钱 给心情治病了 节目播出之后 在各方的努力下 原来的公司呢 付给了他们家四十万吧 要回了四十万的这个治疗费 这简直是救命钱 是这样吗 虽然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有困难啊 他的孩子 经常能来看爸爸吗 一次也没回来过 电话都不打 打电话 我都找不到他们 这一次 录制的时候 我们也给 也算是妻子吧 虽然没有在一起生活 因为 出了这件事之后呢 太太就领着孩子走了 所以我们也跟他联系了 他有很多他的不容易啊 而且他也说 如果今天我们在现场 特别愿意 让孩子跟你聊几句 来 联系 听听宝宝要说话了啊 喂 丽萍 你好 我是王芳啊 你好 你好 现在在外面打工呢是吗 对 很辛苦吧 是 特别辛苦 不容易啊 孩子在你身边吗 我们能不能跟孩子 在我身边 太好了 我们能不能跟孩子 说几句话呀 可以 嗯 好 喂 紫菲你好 你好 你知道吗 你爸爸现在在笑啊 可开心的 你叫叫爸爸好不好 好 快喊 爸爸爸爸 爸爸 我是花卫 我是花卫 你好吗 快跟奶奶说话 奶奶 哎 宝宝 哎 你 你好吗 不太好 奶奶奶想你 过年我就过去 去看看你和爸爸 你想没想你多长时间没看到爸爸奶奶老叔了 奶奶奶 孩子先过年来看你 欢迎吗 欢迎 嗯 嗯 宝贝 哎 阿姨跟你说 你知道吗 你的爸爸现在越来越好了 他一直在笑 嗯 他会走路吗 他现在还没有会走路 但是他一听到你的声音就特别特别激动 大声的笑 已经能跟我们一起交流了 知道吗 知道 嗯 我跟你说 呃 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多来陪陪奶奶和爸爸 好不好 小孩子 小孩子 好 嗯 真好哈 呃 来我来跟妈妈说两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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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萍啊 是这样啊 这个我们在现场呢 很多观众可能都能看到这期节目 我知道你现在自己很不容易 但是我真心的恳请你 呃 有空的时候 把孩子放到奶奶这儿待一段 真的爸爸这样的身体状况 如果女儿能在他身边 可能对于早一点唤醒他 有很好的作用 好不好 哦 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 给你先拜个年 好吗 谢谢 你祝你新年快乐 嗯 你要不要给你的婆婆拜个年啊 嗯 帮我带一个好吧 我那个过完年 可能会带孩子看一看他们 好 一定啊 春节一定回去 好不好 嗯 好 谢谢你 谢谢 我知道 其实我们多的事情 没有办法做 我们也不能强求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们能做的就是 尽我们的力量 让他们多回来 他能听懂是吧 听懂 你看刚才都哭了 他一直 我真的希望春节 如果孩子能来看爸爸的话 能把这次见面当成一次破冰 对 真的 我也希望 奶奶这边呢 心态也稍微的放平一点 对 阿姨 停付一下情绪啊 总算是连续项了 对不对啊 是 给大家拜个年吧 好 嗯 大家好 今天又一次来到了大王小王这个特别的舞台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于心里 在这里我代表我的全家 祝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好心人 大王小王拦目出所有的工作人员 向你们拜年了 真好 你今天有点领导干部发言的意思了 很多年货都是我们去挑选的 非常希望你们能过一个平安吉祥的年 好吗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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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我们有个情侣 想和你们俩 出个影子 好 一 二 三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谁吗 让我们打开大屏幕 你还记得80后夫妻美玲和玉宝吗 他们可是大王小王的老朋友了 他们每次来都会带着很多最嘉宾的框果 你好 这么多小框 对 拿来放点 是大王小王帮助重病的丈夫玉宝 重新拾回生活的信心 是大王小王让这对80后小夫妻有了自己的事业 卖家还比较造年 又推了又 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有存款了 是大王小王让他们的生活 有了巨大的改变 大王小王节目播出以后嘛 还有好多人给我打电话 惯心我 所以我们家里送东西 你看这个 这里的暖角的 这个还是 对对 都是大王小王的 就是听众送的 是大王小王让明星走到他们家里 别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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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说 这个 这个 对 别打电话 春节之际 他们再次来到大王小王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 大娘 你好 小家妹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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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欢迎 大家快点了 太好了 放着 大娘 这么多 天呐 朱玉宝同学 给大家问个好吧 大娘 大娘 你好 这是我们来自山东的 王美玲 朱玉宝 她们的 救助她们的爱情明星是我们的山家妹 欢迎 谢谢 谢谢 大家本年好 给大家拜年了 那个阿爷 我再会给我留牙岁钱 这个 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东西 现在先汇报一下情况 上次节目播出 当天销售了多少钱 快两万块钱了吧 活了 活了吧 太活了 太活了 玉宝啊 你现在是不是忙着接不过来活啊 对对 问题她刚才还跟我说了 她往上的妇女都羡慕 嫉妒很 羡慕 嫉妒她 是不是 我每次来的现场都会卖点小光 所以咱们也继续卖啊 想送人 想送人啊 那么这个大的我想算给你 这样吧 你们这些框子呀 你算个账 我们栏目组呢 把它收够了 然后呢 今天表现好的观众 热情的观众 一会儿送 好不好 对 咱也别老让观众买 对啊 对不对 咱观众也不容易 对 我听说咱们这儿 一元富翁不是特别多 就来了三十多个是吧 咱们一会儿呢 你现在还有仇事吗 没有了 原来说你们俩 这个一点都不富裕 现在不傻钱了 现在美 你看到他们的变化开心吗 你现在总于理我了 从一上了 他那老挤了瓜了 就把我给他聊 你免得管我 节目播出完之后 就是我上他家那一次 节目播出完之后 他发信息说 你以后是挣了两千多 我吓傻了 现在会不会觉得 日子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可好了现在 我们感觉一天比一天幸福 我们感觉幸福的时候呢 就想起了大王小王 三大妹 今天来到我们这儿过年 你得给大家唱首歌吧 当然了 天天得唱歌 不让我唱 我也一唱 欢迎三大妹 来来来 好 唱什么歌今天 唱一首我那个新歌 新年大吉 祝咱们大王小王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 忠实大王小王的观众朋友们 祝大家在阳年里 新年大吉 何家幸福 好 有时新年到 罗布向鞭炮 祝福的话 写唱歌 先给你送到 天天身体好 幸福为你绕 带着新的一年 有新的机招 一起开心笑 吸引新年到 我们静静的开会 万事没烦恼 时时心情好 乎云当口罩 天天工作顺利 事业步步高 我祝愿你新年大吉 年年发大开 祝愿你能扬眉 促起事业越精彩 等着更赞的节奏 大家一起来 祝福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精彩 我祝愿你新年大吉 年年好云来 祝愿你能喜气 样样青春又长載 歌唱我们的生活 与其舞其来 祝福我们的大中国 赞金的时代 谢谢 谢谢 好多年了 给大家拜个年吧 美丽 好 说说你真心的感受 新的一年了 祝大王小王节目 越办越好 也祝我们的网店 越来越红火 祝大王小王的工作人员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前半年了 太到位了 祝咱们大王小王的观众朋友们 祝我们大王小王的观众朋友们 祝有一个90后的小伙子 带着他的妈妈去上大学 因为妈妈的身体条件不允许 必须要陪妈妈 陪着妈妈上学 没错 而我们跟他了解之后才发现 他键子能踢到那种程度 来 掌声有请 邱炳强 欢迎小秋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新年好 新年祝福大家健康 万事有益 谢谢 这个小伙子叫邱炳强 他是武汉体育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 他曾多次获得全国运动会 花剑锦标赛冠军 而更让我们恢复的是 由于妈妈身体不好 他一直带着妈妈上大学 你好 你好 又见面了 小秋 你好 你好 秋妈妈好 你好 我看妈妈精神状态很好 比上次来好多了 节目当天播了之后 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是节目的效果 比我预期还要大 就是反响 你根本没有想到 对 没有想到 这一档节目 会有这么多人在关心 对 非常多人打电话 还有发短信给我 也有就是鼓励我的 也有说给我一些帮助的 包括我现在走到外面 我去市场买菜 连那些叔叔阿姨都认识我了 其实上次我喜欢小秋 是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90后的孩子 但他说过一句话 我在节目里多次重复过 他说我的青春已经走完了 为什么这么说 再给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解释一下好吗 就是从08年之后 我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了 然后09年 我的母亲工作时候发生意外 导致她现在是中风 还有偏瘫 然后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带着我的妈妈去上学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所以说所有的家庭的责任 还有所有的生活的一些经济来源 都有我自己一个人来 所以你会觉得 你根本就不像同龄的孩子一样 对 因为我要把更多时间 放去照顾我的母亲 所以说我跟很多同龄的孩子 他们的想法也好 为人处事也好 就显得比他们更加成熟一些 对 因为小秋 我们采访他的时候 我们记者跟了一天 给我们记者泪懵了 他属于是早上一起来 先给妈妈做饭 然后给妈妈弄着吃完了 然后去上课 中午一下课小跑着就回家 然后路过菜市场还买菜 你记得吗 我们拍到的 然后他走路都是跑着去的 然后给妈妈做饭 给妈妈弄吃 然后再去上课 我们说你晚上有没有应酬 他说他几乎没有应酬 王老师这个故事 好像特别感动您 是 因为我曾经 带着我的学生去拍过一个电影 叫《悲起爸爸上学》 所以当听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曾经的那种 深刻的印象 居然变成了现实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结果在我的眼前发生了 并且是一个这么帅气 并且有那么大本事的年轻人 对 小邱的才艺特别好 而且这个在全国你获得的 最高的奖项是什么 我曾经连续拿了 有四年的全国花店锦标赛的冠军 连续四年 对 给大家踢两下 随便展示一下 对 这对它来讲就简直跟玩一样 天哪 太棒了 就是这个东西在你这个腿上 就感觉轻松的不得了 王老师 您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展示完 我怕你以后不好混呢 来来来 您来 有点状态了 对 有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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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很不容易啊 阿姨 上次来录节目开心吗 开心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看节目了 现在儿子是不是更忙了 其实今天为什么请小邱来呢 还因为有一件特殊的事情 我们去年什么时候录制你的节目的 11月了 11月份 非常感谢王卫念老师 我们录完节目的当天 王老师就给我们湖北卫视春晚的导演 把你的视频 还有你的现场的照片 然后还有你的故事给他发了过去 正好那个湖北卫视春晚的导演 跟王老师 20年的好朋友了 然后当时他们就说说 11月份嘛 节目都已经排满了 王老师说 这个节目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又是我们湖北的故事 所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 这次小邱来 今天录完节目 两天之后就去录制我们湖北卫视的春晚了 谢谢王老师 开心吗这个消息 非常开心 因为从来也没有想到 就是能够上这么大的舞台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我们就带领电视机前的观众 因为我们今天这场节目录完之后 两天之后 我们就要录那个湖北卫视春晚 我们俩也会去 然后我们就跟随摄像机的镜头 到湖北春晚的现场去看一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在 湖北卫视2015春节大年宽的录制现场 那我刚刚就已经花好妆了 然后现在心情有点小小的激动 今天节日的气氛非常的浓厚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我不和大家说了 我还得要赶紧准备一下 如果热身的话腿就踢不开 可能动作做不然 大家要知道小秋呢 是我们中国剑球方面的 顶尖的选手 来 来 准备啊 来 走风近点了 再点了 来 3 2 1 走 哎 这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啊 这个小伙子呢 小秋比强 我今天看到 他给妈妈喂饭 给妈妈做一切的事情 包括今天 走进这个舞台 都是小秋服务妈妈 一步一步进来的 这次呢 湖北电视台说 过年了 咱得送礼物 所以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看看您喜不喜欢 好 有请我的礼物朋友 我服务他们试试好不好 这是一个震动的 可牛吗 给您拜年 祝您在今天一年里身体健康 好 非常开心 然后我没想到就是 节目组还送了我们这么一个礼物 以后出行的话 也能够更加方便 小秋开心吗 非常开心 没有想到好 其实节目组 还有方姐 还有王导 能送这么贵种的礼物给我们 非常感谢湖北卫视 感谢大王笑